我一直記得我六年級的時候 我們 我遇到什麼 就是我們看到什麼有什麼經驗 所以夜市一直是一個非常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所以我來高雄的時候 我就是超級期待帶我老婆去夜市 然後大家都會說 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 所以我去六合夜市 然後我們走了四分鐘 五分鐘 然後就沒了 我說這不可能 跟原來的想像不太一樣 我說我要去網路上 這不可能 我們可能去錯的地方還是什麼什麼 就然後我看了 真的就是兩條街 對 有一個週末我不能打球 因為那時候我生病了 我在想 因為醫生也說 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夜市吃了一些 他也說有可能是因為天氣改變了 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夜市 就是試試看了一些事物 您剛也提過就是你有這種 Date Night啊 或者這一天你就完全放空 那這幾個月來 在高雄地區 你有去過什麼特別的景點 讓你印象比較深刻嗎 我覺得夜市 因為我一直來台灣 從我就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我是六年級 嗯 然後從六年級到我從大學畢業 打進勇士隊 那段也沒來 就是也沒回 因為那時候你要買五個機票 就是我們可能家庭沒有那個錢 所以我們就是我一直記得我六年級的時候 我們我遇到什麼 就是我們看到什麼有什麼經驗 所以夜市一直是一個非常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 所以我來高雄的時候 我就是超級期待帶我老婆去夜市 然後大家都在說 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 所以我去六合夜市 然後我們走了四分鐘五分鐘 然後就沒了 我說 跟原來的想像不太一樣 我說我要去網路上 這不可能 我們可能走去錯的地方 還是什麼什麼 就 然後他們說 然後我看了 喔真的就是兩條街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欸我跟他說 這不是我說的 你再給我一個機會 再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去瑞峰 是 哇這個 然後第一次我們去瑞峰 我們就 我跟他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要找比較好的時間 就是 不會被認出的 或者什麼 所以也是要 戴帽子 眼鏡 口罩 然後這樣子 然後低頭 然後 可是我們真的就是那天晚上超開心 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逛一個晚上還不夠時間 然後一直玩這些 因為我們也是很喜歡遊戲 玩遊戲 所以我們也會去玩很多不一樣的遊戲 然後這些 然後我們就覺得 呃 瑞峰夜市是可能印象最深刻的 那你在瑞峰有沒有吃一些 或者是在六合有沒有吃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因為你對飲食這方面是不吃炸的 對 所以有很多像什麼炸臭豆腐可能就 Out of question 你會你會試這種東西嗎 你會試炸臭豆腐嗎 對所以 No 我不會吃臭豆腐 如果我吃油炸的東西 我還不會吃臭豆腐 那 我真的就不喜歡臭豆腐 可是就是 我們去夜市的時候 我很喜歡豬血糕 可是這個豬血糕不是像就是 普通的豬血糕 我很喜歡這個豬血糕加辣椒加花生粉 必須要是這樣子 如果不是 如果只是豬血糕加辣椒 我可能不喜歡 如果只是豬血糕 豬血糕加花生粉 我可能也不喜歡 我是必須要有這三個材料 豬血糕 辣椒跟花生粉一起 因為 為什麼我那麼喜歡 是因為 我中學跟高中的時候 我父母會一直去買這些豬血糕 都會凍下來 然後因為我可能 就是你知道他們是這樣子 一塊一塊的 我可能一個晚上可能會吃兩塊 所以我會把這兩塊煮 然後放這辣椒粉 花生粉 辣椒跟花生粉 然後我就是高中 就是中學跟高中會一直這樣子去 就是晚上都會自己做 所以我會對這個食物就是非常喜歡 所以我去瑞峰也找了一家 只有一家有這個辣椒粉 辣椒跟花生粉 然後我也嘗試了一些別的 可是有可能有一個週末我不能打球 因為那時候我生病了 我在想 因為醫生也說 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夜市吃了一些 他也說有可能是因為天氣改變了 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夜市 就是試試看了一些事物 因為我記得那一天 你說你練完球以後 你沖進了冷水池 你泡了一段時間 對 然後你起來以後 你就感覺到身體有點不太舒服 對 所以很有可能是 我覺得可能是 就是那個禮拜 可能有兩三個不一樣的東西 都加起來 然後我突然就生病了 好